讲到就是大家提的一些问题 我们讲到的呢就是 主要就是一些比较就是 关于主要集中是在抑郁症上 但是现在呢 有一些的这个父母亲呢 就是他们提出来 他们的孩子不仅仅是抑郁症 还有些抑郁症和强迫症 甚至是抽冬症 就综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 这个就是说 父母有时候在给孩子用药 特别有一个父母他就说 这个孩子有多动症抽动症 然后呢就是说没给他们 医生并没给他的孩子开药 然后呢他就是用了一种贴片类的药 但是完全没有用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他是要主动找医生拿药吗 还是因为他的孩子 也没有办法适应学校的生活 但是医生并没有给他开药 我不知道他是在国内还在北美 所以你怎么建议 好的 下面呢我就马上要讲到这个孩子 就是儿童青少年的这个疾病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内容 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 就是这个下面的资料呢 是这个CDC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统计资料 就是说在有20%的青少年儿童 都会有精神心理上的疾病 这个是他们 美国每年花在这个 大概每年花在这个儿童精神疾病上面 的是2470亿美金 是很多的钱在这个上面的 所以说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下面把这个孩子 就是青少年儿童的精神疾病 整个来梳理一下 它的发病率应该是比较低的 焦虑症和ADHD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抑郁症呢 对于功能的状态的影响 很严重一些 它大概有目前为止 目前估计可能有200多万的孩子 有这个抑郁症的 符合这个抑郁症的诊断 然后呢这个刚才 丽朗老师这个问题也就说到了 就是说很多的孩子呢 他有这个精神心理疾病的话 他并不是有一种单纯的疾病 比方说这个研究呢 就表明了就是说有抑郁症的孩子呢 其实上是有75%左右的 三分之三的孩子呢 也有焦虑症 有50%差不多的孩子 有抑郁症的孩子呢 他也有行为的问题 所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抑郁症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说 你像这个有焦虑症的孩子 实际上呢他有40%差不多 他的孩子呢会有 会有这个行为的问题 其实在焦虑症的诊断过程当中 其实也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也有抑郁症 所以说这些症状的实际上 都是混合在一起的 比方说这个有这个行为的问题的孩子的话 有三分之一的人 有焦虑症 有五分之一的人 孩子会有抑郁症 这个是有大概十年以前的 这个设定式的统计资料 所以说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疾病 不是一个单纯的 不是说你诊断ADHD 就是纯粹的ADHD 你诊断depression 就是一个纯粹的depression 有很多复杂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专业的 只有这个专业的人士 比方说心理学家 或者是精神病学家 才能够去区分 才能够抓住什么样子 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来对症治疗 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他的这个 而且呢 他各种疾病 比方说焦虑症 抑郁症 在最近的十多年当中 都曾增长的趋势 他的发病率呢 也会有明显的增加 所以说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治疗呢 也是也是很有限的 实际上 比方说你80%的孩子 有depression的话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状态 你就可以治疗了 然后呢 有焦虑症的孩子呢 实际上有 大概有60%的孩子 可以得到治疗 焦虑症的孩子 然后有行为问题的话呢 得到治疗的更少 这些行为的问题 你也可以有 有伤错的地方 有些有行为的问题 实际上他可能 本身就会有焦虑 和抑郁症的症状 所以说我们 如果父母亲认定 我们孩子 有行为的问题的话 他们就根本上 就可能很少去 找相关的专家来治疗 所以说这个 可能有50%的人 都没有得到 有效的治疗 这个呢 也是一个统计的资料 比方说这个抑郁症 抑郁症呢 就是说 他应该是在 青少年青春期的时候 他的发病率是比较多的 就是有6%的 青少年儿童 12岁到17岁的 他都会有 有这个抑郁症 焦虑症呢 就是说 他在这个 12到17岁呢 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这个行为问题呢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他会 或者他的发病率 会减少一些 所以说 这个儿童的 青少年儿童的抑郁症 绝对不是一个 单纯的抑郁症 他可能会和很多的 生理的 心理的 和精神上的 健康的 各种各样的原因 混合在一起 所以说一定需要 需要跟你的 要么就是 psychologist 就是治疗 心理治疗师 或者是你的 psychiatrist 来有很好的一种 沟通 让他能够 对你的孩子的 症状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 离不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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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太匝金了